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天科学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住 先点赞、分享和留言 若还未订阅胡思频道就请订阅 如果有Telegram的朋友也请订阅胡思广播和胡思聊天 我一出新片就会经过胡思广播通知大家 欢迎大家胡思聊天给我给点照片 让我和大家分享 今天讲的话题就讲民主 香港特首选举已经陈埃乐定 我相信大家对香港的特首选举 关心程度也未必很高 不妨看看世界各地民主的情况 民主就不是国家的名字里面 有民主的国家才是民主 我相信大家都发觉很多有民主 做国家名的国家 其实也未必是民主的 有些人认为 有些党派 几十年前打赢了仗 因此政权由人民选出来 所以政权无论做什么都是民主 以后也不需要经过定期的选举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 我可以说其实秦始皇当年都是民主的政权 我相信中国的历代政权 也没有谁就不是民主的政权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里面 虽然未必像自然科学那么严谨 但始终是科学 民主本身也有他的客观标准 有机构不断搜集数据 还有就是询问数以千计的专家意见 会编上一些民主相关的数字 就是尽力量化民主 其中一个机构叫Vdem 较早就发表了一个年度报告 阿World in Data很快就把这个年度报告里面的数字 已经放在阿World in Data上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过去这些时间 世界各地民主的发展是怎样 首先看一看 阿World in Data对一个专业说民主 有个当头棒的一句说话都说了 200年前 其实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是没有民主的权利 大家都想象 那时候法国大革命刚刚 发生了 之后经过了大约100年 很动荡的时期 美国也是刚刚就叫做立国 目标也不是很稳固 不过就是fast forward 到现在 其实这个世界上 数以十亿计的人 已经在民主的制度下 其实这个版面上 还说了一半 A majority of countries are democracies 看看数据 这个数字 有点够了 好像倒退了一些 不过一会看看 接下来看 这个 阿World in Data 里面就引述关于 VDEM 最新的数字 这是2021年状况 也是根据2022年 VDEM的最新年度报告 有兴趣看VDEM的最新年度报告的朋友 可以直接上去网站 首先等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张图就是Liberal democracy 一个index的指数 index的ledger在下面 就显示很清楚 越近一 图中越深蓝色的地方 就是越自由民主的国家 这个世界上根据专家判断 和大数据的整合 可以看到 亚洲其实是得几国家 就真的叫做 相当自由民主 日本、韩国 台湾、澳洲和纽西兰 都是一些比较民主的地方 接着再看远一点 美洲 其实相对来说 情况就算是比较好的 即使南美洲也有相当多国家 都叫相对来说比较民主的地方 不过有些例外的 例如玻利维亚 Venezuela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其实有些进步 不过始终起点比较低 厄瓜多尔都是一半半 北美洲 美国和加拿大 都是传统民主的地方 其实墨西哥相对来说比较差 再看看欧洲 欧盟 欧洲 欧盟里面 绝大部分国家 都是民主的国家 所以 分数是相当高的 最高就是 北欧的三个国家 即使是 前苏联的 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 其实分数都很高 老牌国家 英国 民主传统 可以说现代民主 是法原地 分数是很高的 法国 西班牙 葡萄牙 德国 这些大国 都是 国民主的指数 都是相当高的 东欧其实情况 比较担有 波兰 最近几年 都比较厉害 匈牙利 更加不用说 更加是 刚刚选举 完毕 相当差 湖阿兰 也是 发展 阶段 罗马尼亚 和 保加利亚 其实都可以看到 是有点进展 不过 还不算很好 这是一个分数 由零到一 这些颜色 每0.1 指数就是一格 其实就是 VDEM除了这个分数之外 做了一个 Political Regime 将世界的 不同国家 分成四个regime 红色的 叫closed autocracy 封闭的专制 选举都不需要 另外 其实很多国家 世界上都是橙色的 Electral Autocracy 即是有选举 但是 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不过 有选举 但是通过 打压异己 不准反对派参选 或者控制新闻 言论自由 其实 就不可能 归去 为一个民主的地方 俄罗斯不用说了 现在 之前 还有选举 之后 不知道会不会 留意一下 在这个最新的分类来说 匈牙利已经退化到 Electral Autocracy 即是有选举 是一个专制的政体 其他美洲那些 跟刚才 和我说过 不是相差很远 美洲即使包括墨西哥 都叫Electral of Democracy 南美大部分的国家 除了委内瑞拉 之外 另外非洲 其实在非洲 南非附近 三个国家 加纳 都是有选举 而是民主的国家 虽然发展程度比较低 另外澳纽 日韩台 都是一些 民主发展比较成熟的地方 另外留意一下 人口大国 印尼 其实 都现在是归纳了 做Electral of Democracy 这里就拆开一点 香港听到有人说 只有一个人的选举 都不等于没有选择 这句话 我想来想来 都是相当难理解 如果民主里面 是有没有选举 怎么会有民主呢 没有选举 就一定是没有民主 但是有选举 是否一定是民主呢 这张图告诉大家 也不是的 有选举 也可以是没有民主的 但是 很难想像 没有选举 也可以是民主的地方 接着就看 这个趋势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生活在 民主的政体下 这张图 就拉到很远的 讲一百零零年 大家看到 二百年之前 基本上 全世界几乎 是没有人 生活在民主的政体里面 你数回一百二一年 其实都是没有 是没有的 就算一百年之前 其实跟着 现在这个分类的标准 也不是很多 都是说 这个地方 那么多人 就是生活在民主的地方里面 就是途中这一点 其实过去的一百年 民主的 浪潮 是有几波的 整体来说 就是 越来越多国家 追踪赛立了民主 这个整体 当然 中间有起伏 这个凹位 其实是印度 另外就是印尼 有一个专制 转动民主 其实也凸了一点 最后这几年 有一个大幅倒退 这个其实 主要就是印度 就是由一个 Electro Democracy 被归纳 为Electro Autocracy 其实早几年也有些新闻报导 因为一个国家就倒退了 如果看这个数据就看到 倒退就比较厉害了 这就是看 人口整体的数字 数目 由于 其实在过去二百年人口也增长不少 由十亿人到七十几亿人 所以我看一个relative 就是说相对于有几百分比的人 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地方 继续跟刚才是相似的 主要就是 民主的第一波 可以说 20年代的 1912年 是比较多国家 定之间 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之后倒退了一轮 大家都知道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有相当多国家 包括印度独立 令到 很多地方 就是 获得自由民主的地位 自由民主的地位 在内容中 是有些 倒退的 这个就是印度 但是最近 八九年之后 第三波的民主浪潮 很多国家 是倾向民主的方面 最近 印度就倒退了 现在最新的数据 其实生活在 自由民主的人口 如果看回刚才的图 加上去 数据 只是23亿 左右 全世界人口 是78亿 接近79亿 如果算这个数据 其实现在 根据这个分类来说 其实生活在自由民主 或者 有选举民主的 政体里面 的人口 不到世界 总人口的 三分之一 有点近 但是 不到 所以 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地方 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这个世界上 现在 大部分人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 都生活在 要么就是专制的国家 要么就是 虽然有选举 但实际上 都是专制的国家 所以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到一个 自由民主的地方去生活 就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有些人就说 民主可不可以当饭吃呢 就可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将GDP Per Capita Prot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就是刚才的 Index 这张图是VDEM的 这张图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第一就是GDP Per Capita 这个 Unit 是Constant 2011USD 其实这个就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就是购买力评减 即是说有些国家 在国内的物价比较低 就会去调节 这一方面 对于跨国比较 我就会有些意见 即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那些人可能吃鸡蛋 真的便宜很多 但对于你去买一架飞机 或者你买一部iPhone Apple会不会 因为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里面的吃鸡蛋比较便宜 所以iPhone又买便宜一些 我相信就不会了 波音会不会 或者Airbus会不会买 737比你 A320比你 会不会又买得便宜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 比较GDP Per Capita 用回当时的 汇率是比较的 因为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GDP Per Capita 用了一个PVP去计算 其实就很 跨大了一些 窮国的 实力 对于他们 自我感觉可能会比较良好 但实际上 对这个跨国比较 意义未必那么大 不过无论如何也好 也有点启示 这张图 第一就是 做一个 有没有correlation 就这样看 其实一眼都看到 其实很明显有一个correlation 在这里 这里可以画一条直线 如果你计算 Y到MX加C 应该也计算数字 而且我相信 correlation factor 应该也不小 这个图 我介绍这张图 先看 这个 横竹就是Liberal Democracy的index 越在右边就越民主 中竹就是 GDP Per Capita 越高就代表 生活越腐足 这是lock scale 所以 大致上lock scale 所以上一格 是多一倍的 所以 其实越高就越多 第一个观察 就是本身 应该有 positiv correlation 其实不少政治学家 都有 这些研究 都显示 民主 有效 促进经济 他促进经济的方法 未必可以很短期内 经济增长得很快 他促进经济的方法 就是保持社会稳定 通过 每几年一次的合法的政变 将一些不合格的政党 执政团体 就赶下台 换回一些 人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 一个执政团队 通过不断的小变化 就避免了 几十年来一次 比较大的震荡 以往其实人类的发展 要连续几十年有发展是不难的 只不过 几十年之后 可以继续 三十年之后 可以继续 再有另外三十年 再有另外三十年 在专制国家里面 很多历史的经验 告诉他 是没有办法发生的 当一个领导 年纪大了 脑子就开始 比较萌失一些 也开始做了一些 错不决打 政策塞车 有很多问题 刚才说的就是 这个correlation 其实是有的 而且是正的 另一样想表达一下 就是说二万这个数字 二万这个数字以下 叫做中正收入 或者是低度收入的 一些国家 以上就可以叫做 Graduators 发展 以发展的国家 看二万以上的 其实 可以简单来说 只有两类国家 可以去到二万以上 第一类就是有 上角这一堆 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而且 比较高的水平 例如约维 美国 水尔兰 那些 既在自由民主的程度很高 亦是一个 相当富强的地方 另外就是 左边这些 也有 看下去 Libro Democracy Index 是比较低 但是它也挺富裕的 看清楚这些国家是什么 其实 简单来说 大部分 都是一些 橙油国 包括俄罗斯 相信现在再计算这个数字 应该就没有这个数字了 不过你就可以看到 比较高的 卡塔尔 亚联邮 沙特阿拉伯 这些 大家都知道 那些钱 其实不是 通过社会的制度 是优良 产生出来的 那些钱全部都是埋在地下里面 然后挖出来的 所以 这些国家富强 和他的政体有没有关系呢 是不是 任何的政体 只要在地下有足够的钱 足够派给人的话 都可以作为一个富强的地方 主要说到 其实 他的GDP高 就不代表他肯 派给钱给人的 很多都是收购在权贵里面 这个是平均数而已 绝对不代表人民生活是好一点的 这里有一些例外 例外也要看一下 科威特不是例外 科威特是参与国 一个例外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我都觉得是一个例外 其实相对来说 他虽然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也有某些程度上的专制 但是 仍然有一些自由 可以说是 用刘世郎的说法 用一个主权 人民愿意把自己的 自由奉献出来 换取 政府的政权 政权稳定 还有保留生活上的自由 香港是另一个例外 香港大家知道 在英国殖民地 这么多年 没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 我觉得 过去二十多年里 大部分时间 都相对来说有自由的 有传媒 有新闻 有上街示威 游行的自由 2019年 还有百万人 二百万人 另一人的游行 但是现在 如果再做 这个比较 相信 自由 就成为低了 但是 香港有这样的经济发展 是因为过去有一大堆自由 当将来的自由 慢慢失去的时候 香港不再自由的时候 是不是 用着老板 都可以不断维持 这个经济的水平 这个值得大家 深思一下 另外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其实也可以说 曾经有个民主国家 不过也知道 倒退了 所以 他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是否因为 他曾经民主国家 达到的 有点 例外可以和大家分享 空压力 不知道是否下个 好了 我说完 一些关于 世界上 对于民主自由的数据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和问题 我看到没有什么 Celia 说 能够生活在英国 真的很感恩 我也同意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是的 也 很难得 其实 对我来说 说就说移民 其实 依然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因为英国始终仍然有香港 过去 一直以来 都有相当多的 民主和自由的权利 如果我需要的话 其实 可以说任何我想说的东西 另外就是 亦有需要 可以去游行 示威 亦都可以 去partition 去要求政府 做一些事情 那我也有想法的 希望大家 三日时间 你会继续听我说 都可能 就是做一些partition 给政府 那么 在香港 虽然有很多朋友 选择了 不走 或者没走 觉得自己没有移民 好像 意思适应 但其实 大家都是 容易阻民 只不过 你的frame of reference 转了 你自己不转 其实 相对你的frame of reference 是有转变的 你读过physics 我想你也知道 什么 C line说stay home 是不是 香港人很多都要stay home 不知道香港 上海 都被迫stay home 然后到广州 香港很多人都要 找万多元 要找万多元 我真是鼓励你 考虑一下 如果由BNO 来英国 因为英国的年薪 最低工资 现在是 95磅 一个小时 如果每周 做37.5 工资 其实 年薪 18600磅 就比香港人好 一万多元港元 香港GDP 五万 没错 这个是PPP 我刚才说过 PPP 我不太信奉 USD 其实没有五万元高 不过 无可否认 香港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 我都知道香港 赚钱很多 不过 大家也要考虑一下 赚钱 是否可以 用得 带走 我没见其他留言 接着就说回天气 首先跟大家分享 网友跟大家分享的相片 我网友送了一张 Kowloon Reception Reservoir 的相片 看到水位是比较低 在新闻里看到有些地方甚至去到龜裂 好像有些人去了水塘做瑜伽 不过踩到鞋 有很多泥 我就不要鼓励大家 真的走到水塘范围 里面 走在水塘底上活动 不过 确实那些水塘的水位是比较低的 这一刻 有解释就是水务处是水务调动 我也知道 因为以前因为工作关系 都明白他们的运作上 有时是要把水调来调去的 所以就有些这样的情况 不过整体来说 香港好像都是暂时有些偏干的情况 至于是不是真的会长期偏干 将来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有些相片 想和大家分享的话 可以用Email Facebook 或者如果你有Telegram 就最好了 Telegram胡思聊天 传给我 最方便 我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英国相片和影片 我收到很多 我希望可以其他地方 特别是香港和世界各地的相片 影片 我都可以收到 就算有些 普普通通 拍到天上未云 我都很欢迎大家 给我的 接下来看看西北太平洋的情况 西北太平洋上 很明显有两个系统 赤马 相当圆树 东面 马勒卡 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 强热大风暴 另外 菲律宾东面这个位置 另一个黏羽 也是热大风暴 已经升级了 两者 都是比较近 所以 可以说有 藤原效应 都明显 不过 其实黏羽散得很快 究竟还算不算有藤原效应 有少少 值得相確的预地 不过无论如何 整体来说 华南地区 和台湾一大 都是浩天 主要西北太平洋 受到这两个热大气旋影响 这两个热大气旋 对香港 或者对陆地的地方 影响比较小 这两个热大气旋影响 斯特立刻补充一下 黏羽已经减弱了热大气旋影响 现在我看看情况 先看看SIMS SIMS 是美国的大学 下面的一个 机构 它里面的卫星相 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 看台风是最一流的 在这里看到马勒卡 是相当 轿得挺漂亮的 其实刚才那张图 都已经轿得很漂亮 不如试试 试试试 也数不中 很不幸 SIMS又是Polar Orbiting Satellite 所以数不中 就没东西看 看不到风力有多强 基本上有一队是on track 和预报路径 不相差远 继续向着 西北方向正在走 预计 一两天之后 就会开始 转向 日本起上厅 现在在避震 马勒卡是一个 STS 强烈以大风暴 预测量 之前其实没有大变化 最高的中心风力时速 是去到85N 有机会 强台风 强台风的级数 转向北 会有所减弱 减弱一点 维持台风级数 流氓度一大 基本上是没有人的地方 另外就是 这个 Matchi 即是 黏鱼 是不是最新 已经减弱了 一会看看天文台的报告 看看是否说 这个比较难感 就算它不是已经减弱了 也应该很快减弱了 所以 一个短命的热带气船 JTWC 两个 最新都是在 比 TS 看到 在东面的马勒卡 其实预测路径 和GMA的 都是相差不远 也是维持台风 或者强台风的级数 就继续向东北移动 这里最高给了100N 如果100N 如果是10 分钟的风速 就去到超强了 不过 因为这里是 1分钟的 风力 平均 也应该不当是超强 以及分类值 不同 大点模特 怎么说 其实 看回 这是GFS 我先看欧中 看欧中的模式 其实就是 和之前相差不远 看到其实 黏羽 基本上 都不知道 是不是 被马勒卡吃了 都可能说 它自己 都可能已经消散了 基本上 在菲律宾上面 已经没了影 勉强 可以说 这里还有一小粒 在这里 如果是 就是维持一个叫热带德西亚 也是被马勒卡吃了 之后 无论是马勒卡的 强度和体积都是大很多 所以之后 就只剩下马勒卡一只 在比较南 比较东的地方 已经是转向 所以跟马勒卡相关的那些 那些西亚梯岛 是会影响日本 东南的外海 但是对于陆地 似乎影响 都是比较小的 那些雨区 好像刚刚 好像碰到 跌不到 至少之后的路径 主要都是向北美洲那边 会不会温大气船 吹踏 加拿大和美国 就要在那边再看 不过之前看 就不算很强 刚才 转转转转转 看到对冠有风 补冲 就会影响 华南地区 也会游些雨 不过整体来说 天气 就不算很大 影响 今早早四点钟的时候 天文台 也算是 挺好天下 有点云 但普遍来说 都有月光和星星 当时的气温就是23度 新界气温 也不是低很多 21、22度 早上有23度 也算是比较暖 今天早上 天文台的预测 广东天色大照 连系统都没太多 因为已经出现微风了 已经是 天文台 两点钟的时候 还在被叫 热带风暴 链鱼 雨疗移动 缓慢 在菲律宾东部 徘徊 同时 强热 热带风暴 马勒卡 就在沖繩 横过七不太平洋 基本上 对多人住的地方 就没大影响 主要是 偏远的 倒序 如果香港今天天气 大致天晴 早上 部分时间 多云 最低气温是21度 日间炎热 最高气温是28度 跟昨天相差不远 吹微风各部地区能见度比较低 有点烟下 接着两天风势都是微弱 都要留意一下空气质素 以及会不会有烟下的情况 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 星期三、四会有几天骤月 空气质素应该是下雨会有些改善 这个星期后期风手会较大 九月天气基本上都是反映刚才见到的情况 星期二 最高气温 天文台就较29度 都是相当热的情况 之后几天会有些着雨 不过见到 显著降雨确率也不算高 星期三也是比较中低 之后几天都是 没什么特别的天气 日间有阳光 可能有点晴雨 也不算大 气温补充度后会凉了 但温度最低是20度 最高是27度 基本上都是一个 其实是挺舒服的天气 转来看台湾的情况 台湾今早早普遍是天阴 台北今早起温是23度 台中22度 高雄也是23度 中央气象局就预报 台北今天是天晴 日间相当热 最高气温上回到31度 明天就会部分时间见到阳光 台中今天也是好天 最高气温是31度 明天就会继续好天 高雄方面今天也是晴朗 最高气温也是31度 明天也是继续好天 阳光普照 接下来看日本的情况 日本气场听预测 东京今天部分时间会有阳光 天天也挺热的 最高气温是24度 明天继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 气温较13至24度 大阪方面 今天也是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也是25度 也挺乱 明天也是部分时间见到阳光 气温就会较14至25度 最后就看世界各地的明天情况 韩国首射 今天是多云 最高气温就是25度 明天更多云就会天阴 新加坡今天会有雷暴 最高气温就是33度 明天会继续有雷暴 澳洲的Sydney 今天既有阳光 亦有骤雨 最高气温就是27度 明天继续有阳光骤雨 Belbon今天也是阳光骤雨 最高气温就是18度 明天是多云 纽沙尼的Oakland 今天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 最高气温就是22度 留意下明天就丰富 颇大 加拿大方面 Vancor 星期一 会天程 气温较2至11度 星期二会有骤雨 Toronto星期一会有骤雨 气温较0下2至13度 星期二会天程 Montreor星期一会是阳光普照 气温较0下1至10度 星期二会有骤雨 美国方面 Los Angeles 星期一会有小雨 气温较13至21度 星期二会天程 Srancisco星期一会有骤雨 气温较9至15度 星期二会是阳光普照 最后谈谈纽约 星期一会天程 气温较5至13度 星期二会有阳光 亦会有骤雨 接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最新的留言 为什么不相信PPP 其实PPP 是反映当地的物价 举例一下什么叫PPP 如果那个地方 买鸡蛋比较便宜 GDP 相对于那些 鸡蛋来说 就会调高 但你这些 当地你要买来老东西 买iPhone 买一些 名牌 外国入口的货货 包括飞机 或者重型的装备 那些人家不会因为你国家 买鸡蛋 面包 便宜一些 所以就会便宜给你的 所以 PPP有它的局限 欣欣就说英国 TAS minimum 20%起 这个是 但是英国 TAS Income TAS 也有 12,500 几磅 12,000几磅 的 即是 Earnings 低于12,000几磅 是不用付税的 是过了12,000几磅 那部分 才收你20% 如果你真的是 很低收入 如果是最低工资 18,000几磅 这样算 其实要加的税 不是真的很多 当然除了Income TAS National Insurance 最近刚刚加了 所以大家要算算 很多东西给你 医疗免费 交易可以免费 黏鱼 减弱为业 带得起 可不可以补充 哪个地方 因为没有 机构 评级 都是有自己的评分 看天文台 好像刚才未减弱 让我再重新一次 天文台 应该 就还未下跌 这一刻 有机会上台风 是 马勒卡应该快上台 不然之后 也不能上台 强台风 斯蒂芬章说 民主退潮应该是 言之上早 一两年的数字 上楼未能 证明整体趋势的改变 基本上我也同意 不过客观的评定 如果过去十年 看数字来说 就真的退步了 有些是 比较令人失望的地方 就好像 穆迪 2014年上台之后 印度 的倒退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 波兰和匈牙利 都是明显的 特别是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最近大选 奥班又赢了 菲特奥班又赢了 其实我也是有感而发 如果那个地方 那些人本身 都不认同民主价值 或者不认为民主自由是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很难搞的 其实是 你给一个选举 选举 你都明知他不是一个真心支持民主的领袖 难得反对派都是共推了一个 共语出来 对抗 只有3%的选票 是很难搞的 唯一有点点安慰 就算波兰和匈牙利 倒退了 至少他们的人 是有自由 去欧盟任何国家生活 定居 读书 那个国家就沦陷了 但是人还是自由的 这就是有点 培紧安慰的地方 不过我见 最近波兰 好像因为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 好像有些 归回变 归回变 如果波兰归回变 在欧盟的体制里面 其实是可以对于匈牙利 採取一些比较 厌励的措施 以往因为 因为 这个比较复杂 欧盟里面有些内部运作事务 运作的规例 如果有两个国家 都是专制的话 就很难对付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 专制的话 就有机会 就可以有些事情做 也就是 欧盟 都是建基于一个人权 就是民主人权法治 自由 要进入欧盟是很难的 你见前南施拉夫 那几个共和国搞了这么久 十几年都还没进入 那 这真是很严格的 但是就好像进入了之后 就没有王冠 有些国家自己倒退 原来 欧盟就没什么可以做 这也是一个体制上 就是有个缺失在 希望将来 欧盟 欧洲人都可以 看看 想一下怎么可以 改善这个 这个问题 对了 就是回答回欧欧 香港Tax 高地价收入 有很多人说 香港其实 有一个间接税 这个就是地价的间接税 所以呢 为什么香港可以维持这么低的税率 香港的税率是超低的 对于英国来说 超低 其实 大部分OEC的国家 都不是用香港那种 收税的方法 都是比较类似英国 美国那种收税方法 而且税率也是类似英国 美国 美国比较低 英国 都算是中等 有些北欧国家 就更加高 为什么香港的税率可以这么低呢 就因为 其实因为 有地价收入 是不稳定的 将来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年 开征烧油水 香港政府出了一份 很精彩的文件 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将来有机会 分享一下 下城门水堂 完全干了 没有水 不过有人说 水没有调动关系 不是天气问题 Steven章说 如果热带气势强度 不用单用中心附近最高 风速定义 同时考虑中心附近最高 平均风速和风暴大小尺度 所请你会否更加准确 Develop up impact based warning 其实 是不是impact based warning system 也好 包括现在天文台 行那个非impact based warning system 那个叫做 Windfall Windfall space 可以这么说 都不会只是看中心最高风力时速 所以常常都有人问 为什么 有点风 我说上年人 为什么 距离香港 一百六十公里那么近 都 这么快下了波 这也是类似 之类似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天文台 就不只是看 中心的最高风力 一只台风 和一个 热带风暴 来到的时候 都要看它来到多近 和那个风 结构的 Tc structure 也很重要 所以 因为中心风力的强度 用了几十年了 全世界都是这样用的 也是在描述 最高 平均风速 中心风力的最高 平均风速 所以 要改这个定义 我相信 不是那么实际 但是会不会有另一个尺度 去量度 一只风大来的影响 我觉得是值得考虑一下 因为Tc structure 其实在很多地方的 operational warning里面 是有提及的 包括刚才很明显的 JDWC GMA也有的 天文台的 shipping warning 也有 另外 除了 Warning里面有 best track 其实很多都有 是值得考虑一下 可不可以有一个 形容 风有多强的 另外一个形容的方法 现在中心风力时速 我明白有些地方 是未必可以形容得很清楚 因为 很大的 台风 相对来说很小的超强台风 后者不一定是比前者强的 对影响来说 MH4公300说 突然觉得天气有点像9月 对了 很坏 之前很坏 你说香港 苦了比城下弱 但同时 东不过风味 影响到香港 现在6点20度 比9月 不太够 所以有天程 没错 现在是像秋天夜 有天程 公司说 大不裂颠 伦敦首都圈的东西很贵 我其实就准备做另外一个节目 就是说英国的物价和楼价 英国很大的 没有人 一定要去伦敦住的 如果你做minimum wage 全国都有 几片亿都有minimum wage的工作 伦敦就是给一些 金融财俊 就是 一些你真的赚到钱 才是住在伦敦 的人 不用说一定要是伦敦的 可不可以 是你说VDEM的 一会再按下去 台湾是不是典型民主国家 台湾是不是民主呢 台湾是一个新兴的民主 还是 大家记得 在我读中学的年代 台湾也是一个 不民主的地方 也是极权 威权的地方 突然之间 去到90年代 是 野八合 运动开始 其实是李登辉 才转型 是很成功的 两党 轮替也是住得很好 也是 没有争拗 就是典范 所以 将来我有时间 跟大家说 不是移民 是走难 我也觉得 性质有点类似的 不过我又不是很想说走难 因为乌克兰那些 真的是走难 我们比起他们来说 情况 是好很多的 因为我们 很舒服 在飞机上 飞过去的 虽然经济 和可能要转机 但是 对比起乌克兰来说 不可以用走难去形容我们 香港水收方法像哪个国家 真的没有什么国家 可能有点像新加坡 因为有个地方 也很特别 香港 是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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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很特别的 将来有机会 再跟大家说 不过 我 都不能某个人跟大家说 因为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自己的专业范围 都要研究清楚 想清楚 这些东西 他说 我答不了你了,不过我直接告诉大家,上海就为了成了,然后可能是广州,然后是北京,全国,因为你去到二万多,几万这个水平,就是官方数字,我还没计算,就是有没有留步,或者隐瞒,那怎么会不是全国爆发呢,那就是香港,香港唯一好处就是四百多万人感染了,我相信了,所以就再感染Omicron的机会,就已经是小很多了,但是你说第六波,那当然随时有机会,有可能, 这些是风土病来的嘛,台湾昨天也有地震的啦,Zoom Earth,Zoom Earth 网站显示人物,黏语言减语,我先看看,我没看过Zoom Earth 斯文章说,可能民主的价值需要较长时间让人民去体会,了解,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民主,有可能社会带来颇大的冲击,或者那些从民主转回专政国家,经历一段时间讨历,比较会再次拥抱民主,我也希望是啦, 法国大革命搞了差不多一百年了,不过很难说,法国大革命是第一个,所以他是付出很大代价的,之后呢,理论上呢,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呢,就看得远一点的嘛,应该呢,就不用给那么多学费,都可以学到东西的嘛, 不过呢,是不是民主专制呢,就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决定到的,就是普罗大众呢,对于我来说,可以做的就是选择,就是你要我令香港变成民主呢,我就觉得是没有那么能力了,但是呢,可以选择自己去身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了 二汶本身生活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走难生活不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啊,二汪这个也挺有智慧,也挺有启发性的,也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这样的,根据你的定义,我是二汶,就不是走难了 大陆肯定隐瞒的了,大陆的体制上面的数字,对于这个准确的数据来说呢,我也是,都很有保留的,是 因为呢,他的体制呢,可能都未必很鼓励大家,很诚实地报这些数字,我也有提过,之前也提过,其实看这些数字呢,也要看看 报过的数字呢,会不会有什么诱因呢,令到他报多些,或者报少些 大陆的官场的文化就是,你一感染,官员就要人头下台,全世界都没有这种东西 你明白呢,如果你是当官的人士,你切身处地想,你会怎样做呢 我见那些留言都讲得差不多了,今天时间也讲长了一点 明天同一时间就和大家见面,最后提醒各位 记住分享点赞和留言,订阅youtube上面的胡思频道 如果有Telegram可以订阅胡思广播和胡思聊天 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